被告該送去法官家裡接受叫化嗎 司法官自己做不到的事 為什麼要我們這些小市民承擔風險後果 司法官與家人永遠不會遇到凶殺案嗎 無期徒刑二十五年後 誰又會被殺 我們被害人不管怎麼努力 被告的罪行只會越來越輕 不管是人民的生存權 或者是王醫師的生存權 真的沒有被國家兇手 在光天化日在診所勾染連殺三名醫事人員 司法把醫事人員的安全尊嚴至於何必 謝謝法官幫助被害人 如此二次殘忍的對待被害人跟家屬 台灣的司法已經向國人正式宣告 台灣已經成為精神疾病患者 或者是有心人士假借精神疾病之名 傷害人命的免死天堂 所以在台灣犯罪加害人 只要有身心科的就醫紀錄 不論疾病輕重 或者是有心犯罪人士 以精神疾病做幌子 混淆視聽 蒙騙法官 我們的司法 仍然會寬容大度 給予教化跟減刑的機會 當我們被害人 用盡所有的力氣 想為無辜的受害親人 討一份公道 卑微的等待 請求司法 維護公平正義的時候 我們的司法 卻用萬般可以教化的理由 幫加害人逃避死刑 受到國家的保護 違法的兇手 可以假冒精神疾病逃避死刑 他詐病 可是守法被殺的被害人 卻沒有選擇活的權利 這有符合司法的公平嗎 我們的司法 三省僅用草寮 簡短三頁精神鑑定報告 台中榮總已經非常明確寫出 長達14頁的精神鑑定報告 且由鑑定醫師看完全部的卷宗後 出庭拒絕 用自己精神鑑定醫學的專業報告 司法卻無視精神鑑定醫學專業報告 僅用自己的心證 被告並不是關於使用暴力的人 非完全泯滅人性 不是完全沒有悔悟之心 來侵犯無期徒刑 真實的宣告台灣是殺人的天堂 連殺三人沒有賠償沒有真相 也代表於悔悟之心 無期徒刑25年後又是誰會被殺 司法的侵犯 是由人民的血淚換來的 被告該送去法官家裡接受叫化嗎 司法官自己做不到的事 為什麼要我們這些小市民承擔風險後果 司法官與家人永遠不會遇到凶殺案嗎 無期徒刑25年後誰又會被殺 司法凱人民之派請法官帶被告回家自己叫化 請大家一人一個電話打進最高法院與總統府 讓司法與政府傾聽人民的心聲 讓司法與政府傾聽人民的心聲 請大家多謝 請多謝 請多謝